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爱了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这西门庆已经来到了这王昭宣府的后门 那派戴安呢 上前先是去扣门 去找这文嫂出来嘛 咱说原来呢 这个文嫂已经在这王昭宣府上的后门等了半天了 那咱说这个段妈妈呢 其实也是这文嫂举荐的 就是早晚守候在王昭宣府上的后门 为的是啥呢 其实为的就是给这林太太行方便 到时候一个开门 一个庇护啊 但凡有这种啊 想邀请一个顽固子弟来到他家去玩耍的时候呢 这边也算是一个落脚的这么一个小落脚站啊 中间的这么一个小客栈 那多少呢 有点现代的这所谓流水线的味道啊 你看每个人是各司其职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所操作的事情 那咱说文嫂呢 这边在那块 那已经等着嘛 等着半天了 一听着戴安敲门呢 是连忙的开门 那看到西门庆是在外边嘛 一面呢 是到后边安排这西门庆 先是下了马 也是除去了这眼纱 那就直接领着这西门庆 往王昭宣府的后门就走去了 这头呢 也是吩咐这秦童啊 牵了马往对门人手家的那西手的房檐下 跑到那块去等候 戴安呢 便在这带这个段妈妈家 在他家去进行存身 那就现在这等着嘛 等着大官人去玩 他这头呢 当然也闲不着嘛 可以有吃有喝的啊 这个作为下人 就类似于现在的司机 你领导出去去玩嘛 司机就要在车上安心的守护 安心的等待 那咱说这文嫂呢 是一面请这西门庆进来 之后呢 也是把这后门就直接关上了 落了这大栓 由这小夹道一直是往里走 那转过了一层群房呢 就来到这林太太住的这五间正房了 那你看这通流取境嘛 一看就是偷情 就是约会的好地 那这种心里边的感觉 已经是油然而生了 再说旁边呢 有这么一座小便门是关着的 这文嫂呢 也是轻轻敲了几下门环 那敲的呢 也是非常有水准 因为是一技术工种嘛 那文中也交代 说这原来呢 是有听吐的 这听吐指的啥意思啊 这就是暗号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 什么天王盖地虎 那边是宝塔镇河妖 你要对得上这个暗号 那敲门呢 保不齐就是敲一什么所谓三长两短啊 或者两短三长啊 等等这些 那敲了暗号之后 少清呢 也是出来这么一丫鬟 这丫鬟一听暗号对啊 于是呢 过来是把这双门也给打开了 那文嫂呢 这头领着我们的西门大官人 是一路来到这后堂 掀开这所有的连笼呢 只见里面哪是灯烛辉煌啊 点子也是赠平挖亮 这正面啊 供着的是他家的这祖爷爷 是吧 叫太原节度分阳郡王 王景丛的这个影身图像 那身着是大红袍 也是蟒衣玉带 那身上呢 是坐在这所谓的胡椒椅上吧 然后在那一副短详的姿态 看着这兵书战策 那所有呢 这个状态 其实跟我们现在讲 所谓叫官儿爷很像啊 你看官儿爷很威严的 柳着这柳长须的啊 这个长胡子啊 那在那很威严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说这个画像啊 和官儿爷有点小小的区别 差在哪呢 就是说胡子没那么长 也够不上一美然公 但是整体的仪态 那真的是非常的威武 再说这迎门的这珠匾上呢 写着仨字 节义堂 对吧 终结的结 义气的义 啊 节义堂 一看这逼格是很高的一个状态啊 这两臂上的历书呢 也写着这么一幅对联 叫传家节操 同松节 报国殉功 并斗山 你看写的多么好嘛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堂我们一看 叫节义堂嘛 但是我们知道啊 你白天是节义堂 晚上就变了嘛 这林太太和西门庆晚上在这优惠 其实为的是啥呀 白天的节义堂此时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所谓叫通奸堂呢 那当然啊 咱说这种典型的讽刺手法也是非常符合蓝灵笑笑声啊 就是他写作当中的一些笔法或者说用处 他一直都是在这么使用的 所谓的 其实我们讲白天的那些忠义理智信 这是我们讲给别人听的 我们让别人知道自己如何的高端啊 如何的这个清高 但是一到晚上呢 实际上变成了什么 晚上这个地方不就变成了 从我们的所谓忠义理智信 来到晚上就变成了吃喝嫖赌抽了 那当然 来到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说这样的人很多 只不过呢 我们是看破不能说破而已的事啊 那西门庆呢 这块也正在这观看之间 那只听到里边呢 这门帘上有这小铃那儿是吧 叮当叮当响的声 那这里边肯定出了人了嘛 这文嫂呢 是从里边拿出来一盏茶 递过来给这西门庆吃 哎呀 西门庆看到 说挺好 这个你看你还劳心了 要不然请这老太太出来 我拜见拜见 你看啊 一个请字其实说的很到位 为什么 这是标榜了所谓王昭宣府上的地位 那我们说 为啥西门庆对于这个女子特别的痴迷啊 真的 那有十七八岁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她这个不心动 哎 单独的怎么 就对这林太太三十五六岁了 如此痴迷啊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状态啊 我们不得不说 这是林太太 她的特殊身份 对于西门庆的刺激 那这其实是啥 其实是一贵族家的媳妇 那对于西门庆来说 我能把人贵族家的这个老婆 这样那样的 那她心里得带来多大的那种感官刺激吗 所以说这是身份决定的另一层情趣 那咱说 此时文嫂呢 跟她说 说这个请老爹啊 您这边先吃过茶 那我呢 刚才也是禀过太太了啊 她那头呢 也知道了 稍后呢 就想出来 但是咱说 这林太太真的在那边就没出来 或者说怎么样吗 其实不是 作为这大家大户的太太啊 那肯定我得先看看嘛 我不是人尽可福的 我最起码要有选择 所以说此时呢 这个林太太是悄悄的从这房门帘里啊 露这么一个小缝 哎 往外去看 看看我们的西门大官人呢 究竟长得什么样 行不行 换句话说 就是老娘不是谁都跟的 我也得筛选啊 你行 我才跟你 你不行 我跟你干什么呢 那于是呢 透过这门帘 一看我们的西门大官人啊 那简直 那是身材凛凛 是吧 一表人才 头戴呢 是这白段的中镜冠 然后呢 是雕属暖耳 身穿呢 这叫紫阳融合场 脚底下呢 蹬的是一双这坟底的造靴 那确实很精神嘛 我们一看 想到古代的那种武圣 这个神清气爽的感觉啊 所以说这林氏一看啊 第一眼就被这个外表所打动了 于是呢 悄悄的跟那边跟林嫂啊 也说 说来来来 你过来 是吧 这个我问你点事啊 一不小心看到啥了呢 看到西门庆啊 这胳膊上是带着那小笑呢 那咱们说 这李平儿才死没有多久嘛 其实这一个笑问的 也标榜出西门庆之前的那所谓的山盟海誓 和此时呢 已经把李平儿其实忘到是九霄云外了 只要出来 能玩就行嘛 什么死不死爱不爱的 对他来说 其实不是很重要啊 那这个林太太问了文嫂子 说这个 这个笑是给谁带的呢 这文嫂说呀 说这个事啊 是这样 他家里边啊 第六个娘子死了 这是给他第六个娘子带的笑 那新晋呢 在这九月间 人是没了 那这个死了没多长时间嘛 所以说呢 也给人家带着笑 这个哥们有义气啊 是吧 你看对女人 是真的都很爱啊 这个尽管是见一个爱一个 但是对于每一个呢 都是制成的这种爱恋 但是我们还要说 他你别看死了 这一个家里边啊 还有这一巴掌的人 一巴掌的人啥意思 正好五个嘛 对吧 这就除非是六子啊 正好家里边还剩五个 那他老人家呢 你看哪是这个 在家里边 是吧 他这也出来 那尽管说家里有一堆媳妇呢 他也还是要出来 而且呢 这西门大官人出来 还是比较厉害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在家里站得住 二呢 是在家里边 媳妇足够多嘛 那咱说西门庆 其实此时出来呢 他并不是因为缺少女人 而是呢 全是因为 他对于女人 有着更多的渴求 全凭着这西门大官人 对你林太太的仰慕 对你林太太的这种爱恋 所以才来的 那你看这话一说 这文嫂啊 作为这种啊 是吧 这种老婆子 三姑六婆 专门干这事的 这小话一说 这林太太心里 就有了几分的 那种情趣的感觉 因为出来不是 大官人为了要解决生理问题 而是因为对于我的爱慕 和这种仰慕 那你说再玩起来 能一样吗 这原来本来变得呢 有点像一个嫖客和妓女的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呢 多少有点谈恋爱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呢 两个人要是再玩起来 那自然感觉就不一样嘛 那林太太听了这话之后呢 也越发的无可无不可 那心里边呢 激动的就 就受不了了 说这个 这个确实不错嘛 你看这个大官人 要不这样吧 这文嫂呢 就也催逼她 说这个 你赶紧 你看你出去陪一陪嘛 我们的大官人都来了 你给人量的也不好 结果这妇人说啥呢 林太太说 我出去会不会太唐突呢 你看啊 我这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你别让我出去了 要不你让她进来如何呢 这话一说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就更省事了嘛 对吧 你看你要出去 你还得客套客套 你还得谦让谦让 你在外边 你又办不了啥正事 你进来就不一样了嘛 进来有闺房 有床 有被 所以说呢 你进来喝点小酒 直接上床上炕嘛 这就完事了啊 简单粗暴 那咱说文嫂呢 这面一面是走了出来 跟这西门庆啊 也就说到 说啥呀 说太太呢 在里边 那请西门老爹呢 您直接就上这房里 去拜见 就可以了 那于是呢 这头也是连忙 把这连笼打开 西门庆呢 就直接进入 这闺房之中 那弹剑里边呢 是连木垂红啊 然后呢 是詹书铺地 整个呢 也是涉兰相矮 那是气暖如春啊 那就是说 整体的这个环境 真的是很美好 另外咱也说呢 这是叫秀踏 则陡胀云恒 然后是锦平 则轩辕映 我们想想这个环境啊 在那种环境下 花钱月下的感觉 多么的浪漫 你不干点啥事 都显得不正常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现在常讲 什么叫情调 什么叫情调 为啥啊 这个可能青年男女啊 如果说谈恋爱啊 或者说出朋友的时候 总要很流行去吃一下西餐嘛 你就是那个环境 给你造就的那种感觉 尽管我们说出去吃西餐 你比这边吃一碗麻辣烫呢 要贵的很多 但是那又如何 对吧 who cares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花的那个钱 最后是为了营造这个氛围 是为了过后 要达到一种更好的目的 所以你看这边呢 也是把自己完美的环境 铺陈出来 告诉这个西门清 你来吧 这屋里绝对没问题 那西门清进了房门之后呢 见到这妇人 也是头上呢 戴着这金丝脆叶的罐子 身穿呢 这白绫宽稠的凹子 这尘色 这个整个遍地金装的花段子喝场 然后呢 是大宫 大红宫颈的宽蓝裙子 那种大飞边的裙子嘛 这老罐白绫高底鞋 就是这一格中好色的娇娘 那形容嘛 后边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尊重原文 因为他里边一是呢 可能觉得 有可能对佛祖不惊啊 二是呢 有可能这个话说的比较淫荡 那我们下面小句是尊重书中的原文啊 怎么形容的呢 形容叫做 一格中好色的娇娘 身归内 操逼的菩萨 原文啊 绝对的原文 那这个后边也说了嘛 叫做有失为证 那当然形容这个景色 我们其实那几个词 虽然粗 但是叫画操 礼不操 我们听呢也听得直观明白 有失为证啊 这诗怎么讲啊 说叫云浓纸腻 戴痕长 脸部轻移 蓝色香 最后情深 归绣杖 使之太太 不寻常 你看这个景色啥的 各种各样的好 前面呢 是铺垫 对吧 后边呢 这个规格呀 绣杖啊 等等各种东西啊 到最后那其实说的是一个结果嘛 什么结果啊 叫使之太太 不寻常 无论你是啊 这个上床或者没上床 你都已经发现此人不简单啊 那西门庆你说这时候的心理能控制得住吗 把持不住了 基本上已经马上巴不得就把这林太太摁倒嘛 那西门庆看了整个的环境之后呢 也是上前是躬身失礼 给人家抱拳 说道啊 学生此乡是败见了 那这林氏说道呢 说呀 大人免礼免礼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身份 如果单纯从这个身份上去说 那这林太太可能有点这个高官家的 这个官太太的意思 另一方面呢 那可能在辈分上也相对来说 要长一些 那西门庆这头呢 人家掺探 西门庆不肯 就于是呢 是侧过身去 就下头的去给人家败了两败 那这败了两败 其实说的是啥呢 我们一直说啊 西门庆的五大特点 潘驴邓小贤 各位数也都数的明白 知道是啥东西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西门庆的小体现在哪 我们讲过 西门庆的潘驴邓小贤当中的小 指的她是像小孩子的脾气 对于女人呢 可以忍让 可以包容 此时在林太太这 她终于彰显了这种小的体现 而且呢 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越是对着林太太 谦卑啊 恭敬啊 其实就是对于一种长官 对于一种长辈的那种恭敬和崇拜 那越显示出这种状态呢 其实也就为后边她和林太太发生这种性爱关系 铺沉了道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关系对于西门庆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为什么 你这个情绪相当于我们现在怎么讲 就是说有那种 有点乱伦的感觉 对吧 你西门庆睡的是一个长辈的女人吗 所以说你睡的这种状态 那会给她的内心产生一种极其特殊的这种感觉啊 我们也说 这个叫啥 实际上就是一种所谓的情趣价值 那对于大官人来说 这种乱伦的感觉嘛 那自然是内心充满了喜悦 所以说呢 他为了找寻这种刺激 就即便给人家下跪 他也愿意 他要找到的是这种感觉和那种 发自内心从来没体验过的刺激 那咱说呢 此时的妇人呢 也是和西门庆说 哎呀 来吧 快起来吧 别咱们这么磕头了 等会呢 咱那还拿啥 当然这话 你得油爆皮吧 拌遮面 你不能直接说嘛 你要捧着 你要懂得深沉啊 那此时呢 这妇人也是和我们的西门大官人呢 彼此是蓄礼相罢 那是彼此相互拜见之后呢 这西门庆啊 来到这正面的椅子上就坐下了 此时呢 那这林太太就在自己的床上坐下了 那坐在床上呢 也是斜着搭在这炕檐之上 那这脸呢 就冲着我们西门大官人 那你想嘛 两个人 一个女人坐在床上 一个男人坐在凳子上 下一步要干啥 有些话我们不用说的明白 那下一步 那个事 他也早晚会发生 究竟这事发生的有多么的美妙 或者说我们前面讲的俩词嘛 刺激 究竟有多刺激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